三十二亿三大女主最终结局 小琴结局圆满 曼妮顾佳结局有点遗憾 毛小彤饰演的钟小琴 童瑶饰演的顾佳 还有江淑颖饰演的王曼妮 是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 分别代表了这个社会不同的群体 大家一直非常关心他们的最终结局 也希望三个女孩子最终都能够幸福 最圆满的是钟小琴 顾佳和王曼妮还是存在着些许遗憾 钟小琴是三个女主当中最平凡的一个 甚至性格当中还有一点小缺陷 大结局的时候两个人复婚了 钟小琴还怀孕了 这样的结局真的是特别的圆满 曼妮最终选择跟着这个贵人回到上海 并且希望贵人能够让她做回奢侈品店的副店长 虽然事业规划方面特别圆满 但是王曼妮的感情却让人觉得十分遗憾 顾佳去监狱探望许幻山 许幻山主动和顾佳提出了离婚 三个女主最终结局还是比较圆满的 顾佳和曼妮一定会在某一天遇见一个适合自己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